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纲在一本叫狠狠狠的偏方里 找到这个粥给大家 因为它说感冒后 狗咳不止, 喝这个粥竟然痊愈好 这个是什么粥呢?先讲材料 就是鸭腎1个 淮山30克 二米又是30克 米50克 这次就是水适量 看看喜欢的, 或者稀多 做法是, 鸭腎洗净 然后切片 而淮山二米这些干品 当然要洗净浸浸浸 米也就是, 洗了再浸泡 容易开花 然后给适量的水 把几样的材料 加进一起煲 煲成粥, 食了 他说一天 吃一次 两个星期就是一个疗程 功效对于中老年人 九吉不止可以试试这个粥 因为鸭腎 山药粥 它的用途主要是补皮 因为鸭腎就是鸭的胃 特别是补皮胃 而山药就是我们广东人叫淮山 我说了很多次的相关资料 它整体来说是对人的免疫系统的功能是可以增加的 至于乳米方面就是鸭 皮 胃 肺 三经 可以泥水甚湿 健皮保抑 现代的医学研究就认为乳米有一定的抗病毒作用 所以整体来说就有这个功效了 而朱晓萍医师就将她医治这位黄阿姨的个案和大家分享 就是吃这个粥吃好了 这位黄阿姨应该是中年以上 她说几个月前她因为冷疼感冒 头痛 咳 鼻塞 流鼻水 她说吃了感冒药 化痰药 症状好像舒缓了 但仍然不停咳 再吃很多种抗生素 咳也不见有好 所以她看那位医师 当时这位阿姨已经咳了几个月 谈很多 不过很稀 她说当遇到冷的空气或刺激性的气味之后 她会更加严重 喉咙很痒痒 她说双脚酸软无力 没什么吃肉 而且吃完东西肚子会胀着 每日大便三四次 但不承认她说她已经吃了很多种中西药都吃了 不想再吃药物了 所以医师就把这个偏方教她煮粥食用了 因为疗程是两个星期一次的疗程 所以两个星期后她再去复诊 跟医生说 咳嗽已经明显减少了 几乎没有痰 喉咙也不太痕 慢慢开始有胃口 吃了也不会觉得肚脏不适 大便回复正常 盛盈 而且一日一次 明显好转 她过后再继续吃多一个星期这个粥 基本痊愈了 没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经常有感冒过后 咳嗽很久不止的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粥真的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但是在国外 比较难买到新鲜的鸭腎 但是有干品可以代替 你可以买干的辣鸭腎 来代替新鲜的煮粥 一样很好吃 我时时都煮干鸭腎粥吃的 希望这个粥大家会喜欢 多谢你收听